《冰与火》是由陈小和王一博合作出演的一部型《缉毒》剧 这部剧也是目前呼声很高的一部呆播 整部剧从开始拍摄一直到杀青预告都有很高 讨论度可以算得上是一部未播鲜活的剧了 《冰火》是由陈小和王一博合作出演的一部型《真缉》剧 这部剧也是目前呼声很高的一部呆播剧 整部剧从开始拍摄一直到杀青预告都有很高的讨论度 可以算得上是一部未播鲜活的剧了 近期关《冰与火》的部分拍摄花絮以纪录片的形式呈现来 主要是关于王一博出演的角色的一场感情 近期关于《冰与火》的部分拍摄花絮以纪录片的事呈现出来 主要是关于王一博出演的角色的场感情戏 这一场哭戏王一博不仅是一条过的 且还把现场的导演演到标累 一边含泪一边还望夸赞王一博的天赋 这一场哭戏王一博不仅一条过的 而且还把现场的导演演到标累 一边累一边还不望夸赞王一博的天赋 在拍摄开始 演先是提醒王一博准备 能够看出王一博此刻已经开始在酝酿情绪了 这场戏中王一博需要一个非常重要的电话 能够感觉到电话的内容需要一定的心理建设的 在拍摄开始导演先是醒王一博准备 能够看出王一博此刻就已经开 再酝酿情绪了 这场戏中王一博需要打一个非重要的电话 能够感觉到电话的内容是需要一的心理建设的 在电话还没有拨通的时候 王一博的情绪就已经上来了 抑制不住自己情绪的拨 最后用自己的手捂着嘴不让自己哭出声 在电还没有拨通的时候 王一博的情绪就已经上来 抑制不住自己情绪的拨动 最后用自己的手捂嘴不让自己哭出声 因为剧中王一博出演的是 为缉毒警察看过缉毒片的朋友也都了解 整个城市非常危险的 即使警察是无坚不摧的 但是门也会伤心难过 因为剧中王一博出演的是一 缉毒警察看过缉毒片的朋友也都了解 整个过是非常危险的 即使警察是无坚不摧的 但是他也会伤心难过 这一条拍摄基本就是一次性通的 导演喊卡之后 就开始抑制不住的夸赞王一 能够看出这一段戏王一博表现得很好 导演口一直在重复的表达 表达王一博真的有天赋 这一条射击本就是一次性通过的 导演喊卡之后 就开抑制不住的夸赞王一博 能够看出这一段戏王博表现得很好 导演口中一直在重复的表达 王博真的有天赋 王一博虽然不是科班出身的演 但是之前副冬裕导演在选角的时候就表示他 非常欣赏王一博身上的一种镜头 王一博虽然不科班出身的演员 但是之前副冬裕导演在选角时候就表示他非常欣赏王一博身上的一种镜 如今王一博的表现真的没有让所有人失望 能把导演演道演脚含着泪水 真的不愧是王一博 今王一博的表现真的没有让所有人失望 能够导演演道演脚含着泪水 真的不愧是王一博 王博已经和副冬裕导演有过两次合作了 在理想要中国的片中二人就有过合作 当时王一博的 现就让大家都觉得很精彩 王一博已经和副冬导演有过两次合作了 在理想照要中国的片中 人就有过合作 当时王一博的表现就让大家都得很精彩 拍摄花絮曝光之后 大家也都意识到 但没有一个镜头的背后是容易的 王一博在泥中匍匐前进 在雨天不停奔跑 拍摄花絮曝光之 大家也都意识到 真的没有一个镜头的背后是易的 王一博在泥水中匍匐前进 在雨天不停奔 对于王一博的演技 大家可以存在质疑 毕竟王博作为新人演员 还是有很大的上升空间的 但大家不能够否认他的努力和天赋 对于王一博演技 大家可以存在质疑 毕竟王一博作为新人 原还是有很大的上升空间的 但是大家不能够认他的努力和天赋 他总是认真的对待每一个 头 每一个角色 在拍摄过程中 他曾需要多次地 在地上 即使旁边的工作人员 让他戴上呼吸 他会主动拒绝 他为了就是能够让镜头更真实 他是认真的对待每一个镜头 每一个角色 在拍摄 城中他曾需要多次地跪在地上 即使旁边的工人员让他戴上呼吸 他都会主动拒绝 他为了就能够让镜头更真实 在拍摄结束后 傅东玉导演 是 即使是学四年 或者是学八年 如果没有天赋 很难达到这样的一种状态 在拍摄结束后 傅东 导演表示 即使是学四年 或者是学八年 如果没天赋 都很难达到这样的一种状态 这一种状态 王一博即兴发挥出来的 他需要演绎的是一个 强的男人的脆弱 他也让大家都真真切切地感 到了这一份脆弱 这一种状态是王一博即兴发出来的 他需要演绎的是一个坚强的男人的脆 他也让大家都真真切切地感受到了这一份脆 就像导演说的 天赋 真的是学不来的 而王一博 为不是科班出身也一直被质疑 但是这又能怎样呢 他能够演绎出观众能够带入的状态就是 好的 就像导演说的 天赋真的是学不来的 而王 博因为不是科班出身也一直被质疑 但是这又怎么样呢 他能够演绎出观众能够带入的状态 是最好的 这部剧已经杀青有一段时间了 之前 预告片也觉得很振奋人心 相信所有的粉丝朋友 也都迫不及待了 期待早日播出 这部剧已经杀 有一段时间了 之前看预告片也觉得很振奋人 相信所有的粉丝朋友也都迫不及待了 期待早播出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